我们介绍一下张力测试仪 然后我们先准备一下这个配件 改堆镊子 还有这个酒精灯 大火机 油杯 砂码 这个是不精华 还有这个推动 还有这个挂钩 这个是电压器油 这个是蒸馏水 一定要用这个正规的蒸馏水 首先我们这个刚收到这个仪器 需要将仪器这个里边组装一下 我们先打开这个上盖 在这个仪器的侧面是有这个螺丝的 看一下 在这个仪器的侧面是有这个螺丝的 我们将这个线的 还有另一切 这个螺丝拿掉之后 我们可以往前拉一下 这个开始可以拿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边这个上边了 现在我们镜头已经拉到上边了 我们需要将这个固定的泡沫给去掉 然后需要将这个固定态给去掉 将这个去掉之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调整这个仪器底部的这个腿 来将这个水平尺调到这个气泡这个位置 调到正中心 我需要调一下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会拿到这个洪水平尺调到这个洪水平尺调到这个洪水平尺的部分 更多的地方 这样子里面是怎么办 正好 但是还是要调整了 我们看到这个洪水平尺调到这个洪水平尺调到这个洪水平尺调到这个洪水平尺的水平尺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在中间的位置了 然后到中间之后呢 我们开始装这个刮码 像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刮钩钩 刮到这个后边 刮好了 然后拿到我们这个锅金花 注意这个方向打开 不然花容易掉 将它呢 跟我们这个刮钩钩在一起 然后从这个下边 从这儿掏上来 这个位置 然后刮在上面就是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上半部分就组装完成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组装后的效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仪器充电完 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 然后进入主界面之后呢 这是参数设置 还有这个重量的一个这个校准 然后是水的测试 正常测试 也就是我们测试的油 或者其他配置品 然后这个是测试数据 我先看第一个参数设置 这个是重量密度 还有这个勤业密度 薄金环的半径 薄金环 这个是薄金环4的半径 这是薄金环的半径 这个是当前的环境温度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几个功能键链调整 后边这几个一般是不销动的 就这个薄金4的一个 就是出厂的时候就设置好了 上边的话根据需要可以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退出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标中的一个界面 在每次测试前就需要这个 就是需要做这个重量的标定 然后这个是水分的一个测试 也就是标水 这个是杯食品的一个测试界面 最后是粒子数据 然后呢 我们先压试下第二个界面 这个是标中 我们先需要点这个归零 将重量归零 然后我们挂入我们这个砝码 等它稳定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稳定下来 让它稳定下来 那我们把这个砝码放下 这个砝码是刚才放下来的 弄好之后让它稳定下来 然后点击标定 可以多点击一下 在这个值是158.3或4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标定好了,我们可以想到推出这个阶段 推出这个阶段,然后拿掉这个 然后让这个薄金号稳定下来,接下来标定完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水的一个测试 水的测试,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村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纯水,这个是纯水,然后我们需要将纯水倒到那个下颗的测试 我们现在倒入纯水 我们这个第一杯水尽量不要用,把这个水直接倒掉,这个水因为水,水的话可能不太干净 然后我们再重新倒入这个水,尽量用第二杯 好,将这个倒好的水,先放到这儿 然后我们让它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把我们的杯子放到里边 然后转机开始 然后转机开始 测试结果应在71-72之间 好,现在转机开始 好,好,好 好,好 要切点这个脏 然后我们得出的结果要在71到72里面 所以这个值是不太合格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准备一下酒精灯 可以看一下我们准备这个酒精灯 我们需要燃烧这个波金化 然后我们将它拿下来 用这个外扬让它燃烧的通风 然后我们再挂回去 然后从现在开始 现在这个值更接近了 这个值是合格的 可以看到这个杖力是相对的 71到1 如果这种情况下还是差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 这时候就把这个水再换一下 这个值应该会更好一点 如果这样还不太好 我们把这个水再换 现在我是重新又换了一点水 然后我们再吹一下 那就是这种水滑 这个水滑 那就是这种水滑 然后接下来就是设施这个变压锡油 收一下它降下来 我们将变压锡油加至12颗度线 然后我们回到设施锡油 这样就开始了 一定要确保下这个薄金花已经过了这个设施 然后这样开始了 放进去 盐压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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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